Hello 大家好 回到1月10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旨程和大師在 先和大家談談要聞方面 大家都見到Omicron繼續集港 令到本港疫情非常慢烈 現在多區有很多垂直傳播 甚至我們現在都繼續沒有晚視堂食 亦不斷修改防疫措施 可能有些學校繼續停課 亦都有官員提出不如提早放農曆新年假 大家可能都要work from home 居然說出大家想的事 我不想再work from home 很難證明自己正在上班 另外大家一直都有跟進的鴻門宴 最近還有一名出席的來賓 竟然初步確診了 患者是43歲的女子 她是原先確診者榮原查刊太子女王詩雅的友人 原來當日熊偉文說 我不知道她會來的 她的名字都不在我邀請的名單那裡 其實就有很多是隱形的賓客 現在他們都已經開始說了 很多隱形的賓客 但是他們理論上就應該要屬於安心出行的 為什麼會有隱形呢 那些安心出行那些究竟是搞什麼事 那個安心出行做了什麼事 我真的不太明白她做什麼 整件事是一個政府的一個大災難性 那些人就說是香港政府 因為有立法會員有什麼事 有20立法會員已經搬了過去祝高灣 是啊 所以整件事都 後果都嚴重 那麼熊偉文也都說大家覺得 究竟會不會被 被中央政府去蝕奪的人大資格 嗯 大家都一直在想這件事 但是理論上 不知道中央政府有什麼東西可以蝕奪的人大資格 因為政協應該是可以蝕奪的 因為政協好像不是算了 如果說選出來的人 那個會有一個過程 我們選出來的會有一個過程 或者一些重大的擴失 才是可以能夠蝕奪的 順便講一講 何君堯就出來了 嗯 你看 等會不會是何君堯 何君堯會說 OK 我等會是何君堯的時候再說 好啊 其實看到那些高官都在第五波 疫情都來很空的時候 那些人都指責他們 喂 還開P 還放照片 那其實他們犯了什麼呢 就是會不會說有條例是犯了 他們沒有犯的 他們說那裡 唯一就是可能 因為那裡可能會超過人數的 嗯 可能是會超過人數的 嗯 因為他們那個應該是水百二人 人家是二百四人 那個那種狀況 這樣就在爭辯 那有機會會超過人數 嗯 但是他們那個不是有防禮 而是你們 就是譬如這樣說好不好 嗯 一個美國總統 或者香港人政政官 分愛情 我想都沒有犯法的 嗯 但是他可能會因此落實 嗯嗯 很多事情不是一定犯法才是什麽 那樣東西我們覺得 對於一些 高官 就是如果他們在普通人來說是合法的 但是問題是別人說了 盡量少的嘛 就是林鄭月娥已經說了 和一些官員說了盡量少 盡量不可以做這件事嘛 我們覺得如果政府呼籲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而你沒有去跟著政府的呼籲 什麽叫呼籲呢 就是說那件事是合法的 不過盡量是希望你不用做 你沒有響應政府的呼籲 那件事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 嗯 就是出錯的 大家會知道政府呼籲我們要 識石 就是說疏罪也疏 不要浪費 那浪費不犯法的 但是問題是如果政府的話 哎呀 剩下一堆東西在那裏 是的 會對於政府的形象觀感無所謂 如果我覺得這個會講 可能我特別會開一個專題講 就是博之與民 弱之與禮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些中國的文化 現在我們講的自由人權 我一直都講自由人權 本身那個思維是錯的 如果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的作者 你有這個權利 來到我這裏 我有那個權利來到你這裏 但是如果兩個都將權力用到盡了的話呢 或者權利用到盡了的話呢 大家就會必然發生爭壞的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呢 如果大家都是很約束的話呢 那於是我們就很大的discretion做得很舒服了 就是你其實越是約束自己越是西方 所以西方的文化完全是錯的 你說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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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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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是錯的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合法權力 拿到最盡的時候呢 那結果呢 就必然會發生衝突 就是那個衝突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本身 西方文化的愚蠢問題 還有學會西方文化的愚蠢問題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其實就是中國什麼的禮 那些人都會說的 因為你是有權力的人 所以你越是有權力 你就越是約束自己 這個才是正道 如果每個人都是 尤其是一些有權力的人 你不去約束自己的話呢 你約束自己的權力的話 那到最後整個社會就沒得走 這些現在就是這些權力的人 大家就是何君堯會都會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講的那些是對的 就是因為你是有權力的人 所以你更加需要謙卑一點 嗯 沒錯 那其實他們是有一條法例呢 叫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引 業務及處所規定的599F章裡面 提到其實是要 離座的時候都要戴口罩的嘛 但是其實他們都脫掉了 第一 離座的時候要戴口罩 第二 他們中間是不應該交流的 就是說如果你一台是120人 那理論上你可能12人一台 你那些人呢 你是不可以這台去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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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你不可以過台的 所以過台已經是不對的 那也是有些人沒有安心出行 那些官員只有三個官員 就有安心出行 所以中間你不用說了 一定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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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很多人可以被檢控 那其實有很多高官都在這件事上面都是要發聲明去道歉 那其實林鄭都是說對他們很失望 但是有沒有實際說怎樣譴責 我想做法效 大家要看看狀況 第一個是中間政府方面 第二就是香港政府方面 大家都需要作出一些處理手法 但是大家要看看民情如何才決定處理 嗯沒錯 那就是何君堯 那建制派的何君堯 其實他暫時都 之前這個星期六天都還在這個竹高灣的檢疫中心 那他就投訴 現在是非法機樓 他還沒有車接送他離開到 那他就帶了幾本書進去 自己拍片 說自己在裡面 他帶了兩本書沒有幾本書 是的 兩本就是原來 就是 一本就是簡明的中國的 類似簡明的中國 就是圖像 中國的中共的歷史之類 另一本就是史詩虎的重病 對香港如有救治 他還說明是史詩虎上 給他是特別版 是的 那至於有什麼玄機 大家就會想一想 那何君堯都不會做些 什麼 無端端做些事情 但是情況就是這樣 嗯 嗯 嗯 那何君堯說的事情 很不恰當 嗯 他罵香港政府 其實呢 又用衝鋒車來載他 又死亡找了一張照片 是的 無緣無故這樣說 是的 就是他 除非石環局長在看我節目 那OK 他講的話 就是說 等於他認為自己是一個 也都是說一個博之二聞 弱之禮的 很厲害 他講自己做立法務員很厲害 嗯 他講的話是對的 嗯 但是他應該是說 是不是為他 他應該說我等是無所謂的 嗯 但是我這樣就看得出 那個官員是驕傲 是 我呢 這個意思呢 如果我等我作為議員的話 我等是無所謂的 嗯 但是呢 他不應該 他應該 我會從我的辛苦 我會感受到 那個市民是 他對市民是多麼不好 就是他應該 擺一個市民出來說 不應該擺自己 你是不是想好有特權呢 你是不是講立法會好議員 很威風很有特權呢 又被人罵我怕他 本來他這個 本來他這個 這個 approach 是錯了的 就是很不合當 他應該擺一個市民出來說 這件事 如果你 就是你對我 就無所謂 因為我是議員 我是無所謂的 這件事我是可以忍受的 我是覺得我等是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我當我想到 原來這些官員 是這樣對市民的時候 那你的官員 那你的市民就很慘了 原來是這麼慘的 我感受到市民所 我感受到市民所遭受到 所遭受到的痛苦 就是你應該是這樣說 我想整件事 他很不合適 就是整件事都幾 他講這些事都幾災難性 就是你叫我講過他講這些災難性 就是你叫我講過他講這些災難性 是不是他一個扔市民出來 拿市民出來做黨戰鞋 不應該說 原來拿衝鋒出來接你 原來你要這樣的一個特權 如果你回到大陸的話 以前的大陸的話 你是不是需要軍車幫你開路呢 就是你明白嗎 原來你是想要特權的 那這件事就 首先就是 當然每個人都想要特權 但是你不可以講到最後 你不可以講到最後 那你就拿那些市民出來 達出去 達到陳肇指達什麼 那你整天都很開心 就是我覺得很失望 原來你們是這樣對市民的 就是我等一下沒有所謂 就是這樣講 就是整件事 我覺得你搞什麼鬼 他真的是不是不懂得做這些政治的 就是整件事我不知道搞什麼鬼 他批評本港的防疫工作 是沙灘上的城堡 就是做得不好 他這些批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不要用我我我我我我 明白嗎 他一個市民市民市民 明白嗎 OK 所以他整件事錯了 沒錯 那另外呢 我們又看一下 其實疫情都影響到很多不同的國界 包括就是 大家都經常都講起MIRROR ERROR 原來他們ViuTV大本營那裡 都有人 即是有個確診者曾經去過上面 那現在他們那邊也是列造一個強檢的 那就是MIRRORERROR那些呢 會不會都要去捉高灣隔離呢 有機會 強檢而已 沒需要強離 如果九龍 如果這樣講好不好 因為他們在狗箭 在狗箭裡 如果九龍 需要去捉高灣隔離的話呢 嗯 我估計 捉高灣不會這麼大 哈哈 那很多人喔 那真的 我估計 就是 後勤做不到 嗯 的而且確啦 另外也有個歌手都很黑仔 連續兩次搞演唱會的張敬軒呢 剛好有跨年的演唱會 還要搭正 那麼多場來講呢 竟然又有人中招了 那當時這個確診者 就跟她丈夫坐在四十六段二十行 那現在就邀請 邀請所有出席演唱會的人 當日的人 都要強健 整個洪館的 我想到 就是張敬軒也有點黑仔 哈哈哈哈 就是 看到都 都不關他事的 但是 現在都很多歌手 都是要被人 勒令停止這些的演唱會 是 我相信演唱會 早就應該停止了 就是現在 就是整個事 我覺得很糟糕 除非官員很想看演唱會 就是如果不是 我看不到 或者官賣了票 如果不是我不覺得 為什麼要繼續演唱會 是啊 但是當時呢 原來聽說呢 就說呢 張敬軒是說要加場 就是 本身就可能搞不成了 但是都說要加場 那這件事當然是 就是張敬軒的過錯 就是你開了 你沒有辦法 但是你要加場 我本身 張敬軒也是一個很無恥的黃絲 來的 真的 是 當然啦 以他的勝取向來講 以他的勝取向來講 都多數都是黃絲 就是有一個 correlation 但問題是你作為黃絲 都不可以這麼無恥 就是整件事 嗯 好啊 接著我們又講一下巴西方面 巴西就是觀光船呢 在東南部的旅遊勝地 福爾納湖 就發生了這個 懸崖倒塌的事故 就整幅這個懸崖倒塌了 當時其實也有些碎石 跌下來的時候 那些觀光船已經洗完了 但是還有那些觀光船呢 就洗過去了 可能想看清楚那些石頭 結果就造成7人死亡 3人失蹤 32人受傷 9人就重傷 他們應該是跟 下大雨這樣 其實現在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都很多極端氣候 嗯 很多極端氣候 而巴西都是一個管理比較差的政府 是 很開心的巴西 就是 很開心的人的生活 很開心 巴西的人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 不像我們東方人的生活這麼壓抑 當然他們的開心的時候 也都是開槍射殺 也很平常 一些強姦 或者是殺人 也很平常很多 這件事就是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 這件事是有些相關的 啊 開心都跟它倒下來的事 不是 我自己知道 巴西是一些很開心的地方 它管理很差 我自己知道 就是政府的管理是很差的 嗯 明白明白 還有它的危機意識 我不知道它的地方是怎樣 但是它的危機意識 國民的危機意識很差 嗯 是的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 上個星期其實我和大師做節目的時候 已經說了發覺有一個新的病毒 然後昨天呢 即是1月8號的時候 也都發現了一種 又有新的東西 就是叫Delta Crohn 其實都不止這一隻 好像這個星期都發現了幾隻不同的東西 那些人就問它 會不會又變成了一個大流行呢 還有 究竟傳播力又有多高呢 大家都是未知之數 究竟 還不用又說要打這一隻的疫苗呢 可能都是 言之上早 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嗯 我想大家的東西 都會有些 有些少少 有些少少基本知識 這樣先 嗯 就是我已經說過了 你覺得變種有多少的話 是視乎N有多大的嘛 嗯 人多一點變種就多一點 就是生活 它多了變種就多了 嗯 它少了變種就少了 對不對 這個東西很正常的 那整件事就是 整件事就是 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 你不可以的 就是說 哎呀 與病毒共存 與病毒共存的話 那個變種一定會多一點的 嗯 那不停有變種 那變種其實有些會變種 有些部份變種是會那個 有部份變種是會 死亡率會很高 嗯 是的 所以你這個東西 就必然是會 去到 去到 流傳到這個世界 其他地方 那就是 不是 必然是會流傳開 它會變成變種 那就是 但是它這些變種 不會變 暫時來說我看不到成為主流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越來越弱 不是 越來越弱就是狠 是狠狠 你 CTF 你喝的死人 你喝的死人 你死人夠多才會越來越弱的 你如果沒有這個死人的話 你不會越來越弱 明白嗎 並沒有 有可能會越來越弱 因為你要醫生的話 你要不醫 你拿人命去死 才會越來越弱 那麼越來越弱 這個假設呢 你會出現一個問題 那個假設本身也是韓噗那些人 因為譬如感冒會變得越來越弱 大家會知道 但是感冒會變越來越弱的先決是 我們不知道用了多少年會變得越來越弱 可能會變成10年 20年 30年 40年 50年 70年 就是你中間會變得越來越弱的時間到 時間跨到你不知道是去到多少 所以本身這個假設是錯的 你看到很多病毒 其實經歷了很多年才會變得越弱 因為現在的狀況不同 以前是比較容易去集中處理 因為 以前的人人口 bod露動不會太大 現在那些人會離開那些裏 那些區域做了之後 改成破此GB 所以變得更難破滅大規模傳染病 就是傳染病 第三就是 現在我覺得它不會大規模的感染 因為現在主要是Omicron 就是說現在街上主要是 主要是Omicron的時候 你變了其他的生存空間比較少 Omicron退了之後 其他都會上 明白嗎? 明白嗎? 因為你本身Omicron都在那裡 那些生的Omicron沒那麼容易 其他都沒那麼容易做的時候 Omicron 下了之後 它才會上分 所以問題最危險的時候 不是在這個時候 而是在Omicron退了之後 嗯 是的 大家都要留意著 這些變種病毒的情況 好 那我們今天的耀文就先到這裏了 多謝收看 拜拜